听翻拜的时候很认真的 观修都很认真的 所以如相扎乐 法界蒙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观修很认真的 诸佛还会西遥文 随处结想诚意翻译 诸佛献全身 真的要看见 所以将来礼拜 那我想各位这一点 真的要很认真去唱念 就像你们早上念三十七颂 如果你有比较了解三十七颂的内容 有愿意去实修的话 对自己帮助很大 因为可以把全盘的 特别是汉传佛教的 也叫险教的精髓 大概都在里面了 这是藏传祖师的功德 可以把经典的 一个圆满的道次第提供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个作 就像我们汉传人写科判一样 整部经这么长 那他重点在讲什么 先把它判别出来 那你就知道你读华严经 目的要干嘛 而不是研究一部经典 所以我可能这样说 就是汉传的祖师 把经典的内容诠释得非常好 那藏传的祖师把这些经典 包括一些论的纲要 也写好了一个遗轨 或是一个论述 让后面的人也很方便 那法都没有错 人的问题 你千万不要因为 他修藏传佛教 我修汉传佛教 然后你就有一个 有一个个人的偏见 去肯定他是对还错 这个是 叫台湾话说 一样米养百样人 你不能怪米 这个叫 因为这个人 他的类似的因缘 类似的因缘 当然包括 他的习性等等 烦恼 业力 一个业力很重的人 你整个再浅了 他也听不懂 所以 他对我们来讲 一切都是 佛陀所说的 可以自利或利他的 只是 就算修这个法 你是偏自利还利他 有些人把阿弥陀佛 当自利用的 我念了几遍 我念得很专心 你只要听他这样讲 就知道他是自利的 因为他念得很细 念得很专心 念到什么感应 然后他讲来讲去 还是自利的 他是一个 真正的大乘行者 我想到众生苦 我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我希望他们 各个都得到佛的加持 那可能 这个叫大乘 他完全 用悲心在念就好了 可能会散乱 但是他很慈悲 但是他很慈悲 所以当然有人把念佛 变成很激菌 一心念佛 要念成片片的 不间断的 然后后来就很严谨 变成说 很难得有几个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了 除非你要念到 一心不乱 所以就赶快闭关 那个几万遍 如何如何 当然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都觉得 如果讲大乘佛教 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众生 可以 那是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习气 这个习气 不是光这一辈子 可以改变了 你过去是怎么修的 你过去是 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工作的 你这个习气在身上 你这个末法 要去改变 很困难 除非你有 破釜沉舟 这种决心 而且你还有 很严厉的善知识 或者这些良师益友 大家互相帮助 不然你要 突破自己的 框框 有点困难 但是会又讲回来 就像那些影格星 他们的存在 是为了观众 所以他想尽办法 要配合观众的需要 不然他不能存在 乃至收入增加 那我则认为 大乘 真正的大乘 是应该如此 因为以立众生为主 当然我们 所以 他们的 私底下的生活 外表 言谈都很重要 就像那一位 有一位女歌星 我刚才好几次 坐同一个飞机 蔡伊林 还是蔡什么 是吗 我有在飞机上 好好观传 他真的很认真 所以 他也是跟他秘书 坐在那边 他很认真地在那边 问这个什么事情 怎么样 包括对他的外表 对内容 他没有在睡觉 因为这个 我们叫敬业 当然跟他的市场 有关系 所以 我这样看 所以 为什么很多歌星都退了 他还没退 对吧 因为他 这一点 他抓得很紧 当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但至少 看得出来 他这个过程很认真 当然同样 我们出家人 到了飞机 也可以打开水 也可以念经 有两种人 所以 当中佛教讲 心绪 就是你的念头 必须保持在 一个不间断的 以我目前的阶段 我比较重养 不间断的慈悲 那为了要不间断的慈悲 达到不间断的慈悲 当然你要有不间断的 福利的加持 叫发菩提心 更要有不间断的空性 不然我们的悲心 会污损掉 这里面有爱然执着 我没有办法表现 慈悲的力量 所以 当然 有些从智慧门 有些从 慈悲门 有些从信心门 因为经典有这样说 从信心门的念佛 从悲门的修慈悲 从 理智上的研究经论 但是最后 看谁能够看到那一点 那可能就是我们讲 妙法连华 妙法连华经是叫金王 谁能够看到那一点 妙法连华经的精髓叫普门品 那就是慈悲就对了 各种 这种 不要对方修 国音菩萨说 你只要念我名字 一念我乃至拜我 一切埋怨 因为这个末法 你要求对方修 已经没办法了 不要说我们 出家人都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末法 很难 众说分云 所以如何修道 在藏传佛教才有这个叫 见闻得解脱 你所做的一切 是完全可以 回向不思 叫回思给众生的 可以让众生不修 只要信 乃至接触 就像阿弥陀佛 你只要信 就可以 所以 当然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 每个人都尽力就好了 累积自己 为利益众生的 为回向众生的 各种福报 善业 质量 从智慧也好 从修行也好 从闭关也好 都可以 你只要 一直意念的 我这么做 是可以 利益众生的 一直在净化这个世界 就像一棵树 呆在那边 就可以净化空气 那我想这个是关键 那如果你要说 哪一个法门好 或不好 高低 那还要看个人 类似的因缘力 我们也叫善因力 看你种了这些善根吗 所以我想 我们这一群人 至少应该是跟藏传佛教 甚至过去都做过藏传的出家人 所以我们自然会有这个因缘 再来 也一定跟感敏传佛教 也一定跟感敏传佛切 类似有很深的缘 所以自然大家有共聚会 而且愿意虔诚相信听闻的因缘 所以这个可能是超越藏传 或是超越汉传 那只是一个人跟人的心的因缘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 我想 站在一个真正的菩萨道 大概没有一个众生 跟我们没有缘 哪一天你只要用一个正确的心 天主教在做弥撒 基督教在唱诵 我们都很认真就好了 希望他们升天 希望他们现在快乐 希望痛苦的赶快离开痛苦 所以我都认为说 念佛三昧是 你把最坏的人都当作奥弥陀佛 尊敬他 这样就好了 包括现在报纸上 有这么多媒体人物 政治人物 候选人 你用一个没有分别心 看到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形象 就赶快为他念佛 为他祈愿 那我们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关心这个 那利他的功德就少了一点点 就会比较没福报 因为虽然福报不是究竟的 但是没有福报 就没办法圆满去利益众生的事业 那如何让自己 一直有很多方面的福报 所以包括各位住在这边几天 我都会去问这个土地多大 建起来多少钱 那个垫底多少钱 我都会一直去想 有机会 从头到尾看一遍 了解 可以学习的部分要学 甚至直下承担 是说你要把这个地方就当作 是你的道场 是你要负责关心的地方 那你从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我到每一个人事物的地方 我都会去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修大乘佛教 就很喜欢关心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关心 什么东西都要参与 因为世界跟众生跟我是一体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 所以要保持这样子的念头 去关怀它 好 所以各位现在请自由发言 讲话也是艺术 也是修行 我都认为 当然各位你好好想 等一下赶快举手 因为你们不讲话 人要懂得暴露自己的缺点 让别人加持 千万不要为了覆盖自己的缺点 然后让你没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成佛 乃至在小乘佛教是为了解脱 一定要结魔 菩萨 互相告诉对方 自己哪里会离开解脱 或者哪里如不如法 当然我们 既然讲大乘佛教是以悲心来互相关怀 就像你说 我得癌症了 希望大家加持我 我的妈妈生病了 感谢大家回向 反正大家执心是到场 如果你也可以经常问问别人的意见 对自己的修行会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太强 面子太强 这也是一个很坏的习气 这个就是个我子 这个就是个慢 对你就很糟糕 那你又发觉年纪过去了 在五年在十年 我们下回还是聚会 对方还是对方 只是老了一点 我常常讲这句话 他在各种方面并没有提升 那就是有一点浪费 而且我也 特别我们慈悲自也 很多道场里面都放了什么 堕胎胎儿 动物亡灵 撑不住了就撑不住 他会觉得左边也病 左边也病 谁也睡不着 因为撑不住 当然撑不住有两种 发心不够 再来业障重